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到的 高低位 开市202.8 收市203.2 阳热 两支阳热 然后两支阴热 升势一般 为什么我说一般呢? 这张图就看不到 稍后我会慢慢解释 还未到12月9日高位218.2 但如何都好 由1月3日低位187元升上来 你看类似升幅都不小 你只看得挺好 接近前跌浪的起点 肉眼网也过了0.618倍量度升幅目 量度一下 由218.2 跌至187元 反弹0.618倍量度升幅目标是206.2.2 连续两个交易 暂时计算收市位高 好像挺好 短期是挺好的 我说的不是短期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SAR 出租极点高位是昨天 211.4 今日 下星期一 最迟看明星期二要高 211.4 的收市位 否则市又会掉头落 机会很大 RSI STC MACD 就是刚刚发出了商楼买入讯号的MACD 都是利好的 所以短期形势是真的显著向好的 DMI 副座分析指标也利好 真的不错 短期的反弹是不错的 我们看看支持位 上升轨支持 这个 好像也很高 对吧 已经很高了 另外 如果你要看再升 短期升势 变成长期升势 那就不是这样看 我们就一样拿这两个低位 可以上升通道 就会这样高 现在上升通道的中间 所以反复后市反复上落的机会 形态 中期 中期 这里则了333元 跌至低位161.7 反弹的0.382倍 227.137 也还未到 所以我说反弹一般 上次最高是见过218.2 但没力再升 跌下来 近这个星期的低位187元 再试一次 看看能否发到0.382倍 除了0.382倍 如果进取一点 是看0.5倍和0.618倍 分别是247.35 和267.56 有点难度 现在看力 暂捨一般的反弹 这个低位 200内1元前面 估计也有不轻的阻力 261元 所以 到0.5倍 仍然有些机会 但到0.618倍 就难度高 因为要升月 这个位置 200来1元 就在波浪理论来说 假设如果是1,2,3,4,5浪 就难一点 那4浪 况且4浪运动了这么久 怎样 中期形势是反复向上的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是一个股价 帮助到波浪通道中组上边 这个好看 RSI 是5周平均线上边 亦是显存全部利好的 辅助分析指标DMI 也是利好的 短期中期 比亚迪股分 都是显著向好的 都是反弹势头 反弹力度暂时一般 加到一个暂时 等待一个上升点头 一支大阳烛 这些位置 这些阻力位 这些阻力会好一点